坤宇刚刚看到的是IT主席的公开谈话 对那么罗森伯格这个谈话 他其实是进一步在解决两样事情 第一个就是宣示 再度宣示美国对维持台湾和平稳定 跟嚇阻战略这个方面的坚定立场 这个在去除以美论 第二个他说这个他跟赖清德也亲自谈过 他非常肯定赖清德维持现状的这个态度 那么美国也非常的乐见这样子的状况 所以这在去除依赖论 可是他的谈话中间不小心露出了一点 让我觉得头上三条线 他说但是我们台湾的国防官员 跟他说他不觉得说台湾一定非战不可 那么这个也不见得台湾会兵凶战危 如果真的是我们国防官员讲的话 那个该打屁股了 这个其实是某些人不愿意面对危机 不愿意承认现实的一个态度 那么所以这个事情其实是在给台湾打定新闻 那么罗森伯格的谈话 是在对台湾来处理这个稳定性 也就是说美国对于520这一段期间的台海稳定 已经分别动手下去做 第一个动手的就是罗森伯格 另外一个直接过去的叫布林肯 布林肯到北京去 其实一方面去洗老公的脸 告诉你说你不要乱来 你不要去跟这个俄罗斯眉来眼去 还偷偷私相授受 没事去不要去帮婆婆还了一百万 然后这个他在警告 一方面是这样 另外一方面我觉得 布林肯他其实是在做外交里面 一个常常见的东西就是 我有一样事情 我知道你一定会惹火你 所以我去给你对方 让你发发脾气 给你洗洗脸 然后我让你好像有点面子 我就嗯啊嗯啊 然后这样子来换一下 稍微缓和一下 这是某一种沟通的技巧 也就是说美国通过了这个 对台的援助法案 刚才明杰讲的 对台援助法案几乎前所未有 那么会怎么样的 会进行下来 一定会让老共跳脚的 嗯好那么又这么强硬的 日本 布林肯去那边一方面沟通 一方面你要发脾气 发一发 发完以后反正左耳进右耳出 对你打狗我骂鸡这样子 然后绕一圈就走人了 这个任务就算完成了 沟通也有沟通过了 那但是你听了懂都听不懂就算了 好第三个事情 其实我觉得那才是最重要 就是在这些什么国会援助法案之外呢 阿基里诺 美国现任的 这个印太司令 过几天可能就要卸任 他在参加华府的这个智库 这些座谈的时候 他讲的话其实是很值得参考 他讲了两样东西 第一个 他讲的是台湾 他希望台湾的后备兵力能够加强 能够像以色列一样 72小时之内动员36万人出来 这个是一个在以色列才大概900多万的 大概1000万的人口中间 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 动员36万是很可 很可效法的一个对象 全世界其实做后备都做动员的 都在看以色列这个事情怎么做到 那一方面是以色列人 后来分析下来 就是说一方面是以色列的国民 对于他保卫自己的国家 有强烈的认同 所以斑斑 这个国外飞回以色列的班机 斑斑克嘛 我在台湾碰到 那个时候 就是去年年底的时候 我们在台湾有见了 一些以色列军方的人 不是军方 军火工业方面的人 那他是年纪大了一点 所以他不用回去 他很想回去 那他就讲说他们 他们如果碰到这种状况的心情是怎么样 那他就跟我们解释说 以色列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一点 他把全国 以色列那么小 他把他全国切成14个作战区 作战区下面也有各个战术要点 附近也有基地 那你报到的地方 就是你领装备的地方 就是你以后要到的地 作战的地方 所以你直接到那个基地里面 在那边去领装备 在那边去训练 而甚至你的左右临兵 你同梯的退伍的 左右临兵 都是你的老战友 所以我们本身这个连队 就是已经互相熟悉了 一下来就可以上战场 而且他的枪 那我们那个枪 大家知道说 我们新训部队或后备部队的那个枪 都从新训部队借来的 然后这个用那个用 到底库存有多少枪 没有人知道 所以你真正动员起来的时候 后备部队到底有没有枪 我很怕 那保存的状况怎么样 通常不好 我们都露天保存 顶多上防游 可是以色列所有的枪支 全部都是真空包装 那他这样子就是无菌 就是上网游 他真空包装 只要一拆封 马上全部都可以用 而且包括什么头盔 防弹背心 一应俱全 轻重武器 全部都可以上线 而且他的人马 是你是空军退役的 你就回去开飞机 直升机了 你就回去开直升机 然后你是原来开装甲车 你就回去开装甲车 所以他的专场 通通都没有问题 完全无缝衔接 他中间的叫招 是在干什么呢 是我们有新装备了 我们有更新了 好那么我们就 这个来适应一下 学习一下新装备要怎么用 好 那么所以大家也 也比较能够 跟现在的状况是衔接上 所以他可以在七十二小时内 甚至他成军 就是召集了 大概一个礼拜之间 他部队就直接开 开到前线去 这个就是我们要学习的东西 但是我们台湾的后备兵力 后备制度 跟这个实在差太远了 我以前跟后备是常常吵架 那在立法院的时候 说你们这些家伙根本就乱七八糟 我们都是大型的基地 然后里面到底有库存多少 也没清点也不知道干嘛 我们问他说 如果我们动员了以后 你召集了这些部队 人家一颗飞弹打过来 打到你的集结地 你怎么办 第二个 把你门口的那个路 什么东西全部都砸烂了 请问你怎么办 他说没关系 我们坐卡车 我说我刚刚才跟你讲 我们的 你的路都被砸烂 你还叫他坐卡车 他怎么样子到前线去 你都不知道 所以其实有很多很多的细节 我们还要再补强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阿基里诺讲的第二个 很重要的事情 他举了一个例子 说美中现在虽然有军事沟通 有各层次的政治沟通 跟军事沟通 但是他说以他的经验来讲 大概都是没有用了 到战时通通都没有用 他举一个例子是 2001年 2001年 美中不是发生一个 美军的P3 然后P8 然后被那个 南海撞击 对 南海撞击事件 然后中共那个击毁 击毁人亡 美军的飞机重伤 被迫降到海南岛 那时候美军急着打电话 去给 去给这个老共 那这个阿基里诺说 当时老共的对口 各级的对口 三天没有人接电话 所以说 他就不相信 如果真的发生战争 或发生了冲突的时候 打电话给老共 或是军事对口 这个事情 会发生任何作用 所以他对这个 还没有信心 所以回过头来 他说 那大家只有 一个办法 你就是做好的一切准备 应对各种的威胁 跟状况 然后告诉对方 你不要乱动 然后这个 我们 弯道要给西 都传好 然后你乱动 我就拿什么东西来对付你 这才是最好的嚇阻方法 我觉得这个事情 其实是我们台湾 就刚刚讲 我们国防部官员 不要再想说 那个也不一定打 如果有这个官员 持着这种幻想 建议你赶快换掉 然后像阿基里诺 这种逻辑 跟这种做法 这才是我们 现在国军最需要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宁关 我有全新的官方 个人频道 叫做宁关 说说看 欢迎大家 跟我一起来说说看 也欢迎大家订阅 分享 按下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